好 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 台北市长讲完今天是出席了 万华郡与里长有约的相关座谈会 不过下礼拜就是520赖准总统的相关就职典礼 那现在国民党确定出席的包含了 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 那之前讲完是表示说呢 由于他已经安排了市政行程 所以不客前往 但今天态度有了转变 先带您一起来听 市政行程包含这一次所安排的日本出访 以及520赖准总统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已经在今天公布了 防日行程的确定行程 那同时我已经请我的同仁去联系 看是否能够调整市政行程 如果可以我就会出席520赖准总统 但如果没有办法 还是依然祝福我们的新任政府 未来的市政一切顺利 也能够更直接的来回应民众的期待 好可以听到讲完他是表示说呢 现在已经请同事来挪动他相关的市政行程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他一定会亲自前往 如果不行的话也会给予祝福 不过呢由于最近政治评论员黄伟翰 是大赞这个卢秀燕市长 他说终于国民党还是有头脑清楚的人 他是认为说先有国家才有政党 那现在讲完这个时间点态度大转弯 也格外引发关注 以上是现场的建议情形 先把时间交往给棚内 大赞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